在西安的昏迷街 从早上起来就很热闹 除了像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夹馍呀 泡馍呀 还有像油茶 肉丸胡辣汤 不过 今天我们说一个新鲜的 油糊馅 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听吧 我也是 我们去看看 油糊馅是什么吧 这么厚 这个就是油糊馅是吧 10块钱一个 它是什么口味的呀 现在只有葱肉的 葱花牛肉的 葱菜牛肉现在还没有 行 给我拿两个 切不切 切一个就行 好嘞 20 切一个啊 嗯 切4块 行吗 可以可以 大哥 你是顾客还是老板 我是顾客 顾客 他俩是老板 那是大老板 这是二老板 他家的油糊馅特别好吃 在这吃多久了 呀 最起码吃几年了吧 有 有 有吃几年了 我每天早上都过来 都过来 一个人吃一整个 就吃一个嘛 哇 这个一个分量不小呀 哎呀 这一个不大 哦 里面现在是正在做着油糊馅 你看 你去看他的把店 你看 你现在拍他 你现在拍他 你看 你看他给表演 你看 你现在看他给表演 他爱吃着 各星期最少来 一个星期吃五次 他最少都是吃到五次 他爱吃着 是 他们都是隔壁附近老顾客 都吃了好多年了 这边光油酥就有四盆 那边还有一盆牛肉 撒开 一定要撒开 要不然就吃起来 添一块 添一块 剩酥 剩油 酥油 我拿去给你把这个 剩油 给我刀 你给我刀 做出啥 好 看点 好 看一眼 不要皮肠 有 有时候粘手 看起来手不好看 这一个饼就做成了 有人说我在做一件艺术品 其实我做的很用心的 十几年一直很用心 这个饼跟刚才那个饼就不一样了 让它口味不变 做油骨蟹得把这个面拽得又薄 又长 那你不做那么长里面的层次少吗 皮脖蒜多层次分明吗 全新衣服都是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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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不 切了 现在要压开 要不要理 要不要 要不要 吃起来熟 锅盒也要长落 一会儿套就行 起来熟 咱们 吃起来熟 吃 来 快 就是 拿 Nathan 团 author 切到 把银子炸出来 不少吧 咱们这一个是兄弟三人开的店呀 还有一个妹子呢 咱们站在旁边看大哥切油壶馅 这个渣吊在岸板上都觉得心疼 我觉得油壶馅就是大号的牛肉饼 不过里面放的牛肉和葱花 料是珍珠 十块钱一个 大块头 里面有大分量 外面煎的酥酥脆脆的 和酥脆的外壳不一样 里面的内阳和馅就会柔软很多 它是一层面 一层馅 面和牛肉大葱的味道会相互渗透 细细评论感觉这个麻味特别的突出 有点想要回家 常不全部 他都没牙 也没有握 ình manière 竹毛 但冲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